在抗战时期中,有这么一个群体,他们几乎从来都不会被人们想起,却贯穿在这长达14年的战争之中。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老百姓。 这些人的姓名可能不会被记载史册,但是他们的故事永远都不会被忘记。 接下来,让我们回到抗日战争时期,看看咱们老百姓的真实故事。 1940年初春的时候,河北的一个小村庄又遭到了扫荡,为了方便下次行动,这伙敌人干脆就在村子里设立了据点。 日军几乎每年的春秋时节都会进行扫荡,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打乱春耕的节奏。 老百姓错过了春耕,家中仅存的粮食也被抢了个精光,那时候年仅16岁的杨天恩就曾亲眼目睹了当时的惨状。 在村子被日军占领了之后,他们只允许村民种豆子,像玉米高粱这种高杆作物被明令禁止。 老百姓实在找不到食物,再加上各种病痛的折磨,所以村子里每天都会有人死去。 在这种形式下,日军还时不时去抓一些相对壮实的年轻人。 杨天恩说,当时如果不选择抗日,那么就只能成为日军的汉奸,所以他就经常帮助村里的游击队止入,或者就干脆帮着破坏敌人的一些设施。 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杨天恩准备正式加入游击队。 时间来到了1941年,敌寇的扫荡愈发频繁,老百姓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支持抗战。 七月一日那天晚上,在一个老太太家门口站着一个陌生的姑娘,她叫做徐念初,是新四军服务团的一名干事。 由于当时所在的部队遭到了敌人的突袭,导致她不幸与部队走散,所以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年轻的徐念初只能想办法找老百姓寻求帮助。 但当时泰仓已经被日军占领,他们在当地实行了一种保甲连坐制度,导致人们见到陌生人之后,百姓们实在是不敢实施帮助。 当时的徐念初已经十分疲惫了,她也是哭着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希望可以得到面前这位老人的帮助。 老太太听闻之后,安慰徐念初说,不用怕,没关系,你就在这里暂时住下吧,如果出事了,我来帮你顶着,大不了我们两人死在一起。 等到了第二天凌晨的时候,徐念初实在不想拖累这个善良的人,就在夜幕中悄悄离开了这个温暖的家。 但是她没有注意到的是,自己的钢笔落在了老人的家里。 徐念初悄悄来到了县城,带着自己熟悉的姐妹一起,踏上了前往上海的旅途。 但没有想到,他们刚刚离开了县城,后面突然出现了几个日本士兵,大喊大叫着向他们冲了过来。 两个女孩慌忙地跑进了一处人家,那家人健壮也是赶紧给他们绑上了头巾,从窗户送到后面的棉花地里面躲了起来。 日军在棉花丛中四处搜寻,两个女孩十分绝望地躺在地上。 然而,就在这时,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这几个日本士兵看到下雨之后便放弃了搜索,直接就转头跑回了县城。 女孩们这时扔掉了身上的东西向外跑去,结果没过多长时间,这场大雨竟然慢慢停了下来。 天马上就要黑了,两个女孩敲开一处宅院的门,这个大宅子的主人都出门在外,站在他面前的是房子的管家。 训练出经过一阵思考之后,还是将自己的真实身份说了出来,希望可以在这里暂时驻向。 这个管家也是支持我军进行战斗的,所以他对这两个陌生人也是十分热情。 等到了第二天的时候,这个管家准备了一艘船,并且要亲自护送这两个姑娘前往上海。 前半段的行程都十分顺利,但他们到达太仓和坤山交界地时,却遭到了驻守哨索日军的盘查。 女孩们感到有些紧张,三个人也是在船上讨论了很久,最后管家提出了一个建议, 让训练出假装自己的妻子,而另一个女孩是自己的妹妹,这样的话说不定可以蒙混过关。 上了岸之后,管家和他们的小队长进行斡旋,没想到这个汉奸竟然算半个老乡,再加上管家最后塞给他一些钱,最后也是顺利地通过了这个哨索。 等到了上海之后,训练出听到了一个十分难过的消息,当时收留他的那个老太太,因为那只遗落的钢笔被日军抓了起来,由于没能得到其他有用的信息, 所以也是遭到了他们的殴打,紧接着老太太生了一场大病,没过多久便离开了人世。 训练出当时十分的伤心和自责,她也十分感激那些曾经提供帮助的人,他们没有枪炮,可以进行反抗,整天面对那些日军也需要承受更多的风险。 但是,他们在关键时刻总是能伸出援手,用自己的方式默默无闻地做出自己的贡献。 1944年底的一天晚上,在山东彭莱南吴家村的海边,突然飘来了一艘满载日军物资的机翻船,这是他们为了给占领彭莱的部队运送物资,特意从大连那边开过来的。 但是由于当时帆船遭遇了台风,在那天晚上搁浅到了村子旁边,那时候百姓们刚刚经历了一次扫荡,所有的粮食基本上都被日军抢了过去。 看着这整整一船的粮食物资,百姓在民兵们的指挥下全部搬回了家,就连那艘机翻船都被拆光了。 当时村民王志明就是其中之一,他说人们当时都十分开心,但是自己和民兵战士却怎么都放心不下。 于是在之后的时间里,部队加大了训练量,以防有什么事情来了,措手不及。 在那段时间里,王志明和战士们夜不能寐,平静了半个多月之后,日军最后还是找上门来了。 那天晚上,王志明听到外面传来一声枪响后连忙起身,结果发现外面黑压压一片全是敌人。 在激烈的战斗中,民兵们很快就伴下阵来,有11名战士不幸被俘,而王志明在一片混乱中跑进了旁边的山上。 在之后挨家挨户的搜查中,有9个村民不幸被敌人发现了线索,被抓之后统一压到村北的麦场上,最后全部都被日军杀害。 被抓走的那11名战士也难逃一劫,他们被日军钉在城墙上活活烧死。 王志明看到被残害致死的战友后流泪不止,他在心中暗下决定一定要让这帮畜生付出代价。 回到家里之后,王志明告诉自己的妹妹,自己要去参军打仗了,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要告诉母亲。 就这样,在一天晚上,又一位内心坚定的战士诞生了。 在战场上,王志明就像不要命一样与敌人战斗。 然后,没过多长时间,占领蓬莱城的日军被战士全歼,而王志明也面对着城墙突然下跪, 为了那些被折磨致死的战友,也为了那些被日军残忍杀害的老百姓。 1944年之后,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加入了这场空前惨烈的战争中来, 或拿起武器与敌作战,或默默无闻伸出援手。 如果在此时发生了战争,咱们老百姓始终是战士们坚实的后盾, 他们的名字可能不会被写进历史,但是他们的故事从未被人忘记。 如果您喜欢,请点赞关注。 如果有不同的见解,欢迎留言一起讨论。 这里是史料笔记,每天会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